又到週末 今次要講的是香港經濟前景 根據政府剛剛公布的人口數據 香港人口在2020-2021年中減少了87,000個 雖然政府說這個數字就不是直接與香港人移民掛鉤 但相信香港的第二波移民潮已經開始和應該會繼續 而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所以這次移民潮就會令人對香港經濟前景感到憂慮 那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分析呢? 這個短篇要講的是香港經濟究竟人口因素有多重要呢? 要分析香港的經濟前景 首先就要看香港經濟活動的分佈情況 根據統計處資料 如果將香港生產總值根據行業來分 就得出我們固有對香港經濟結構的印象 金融業、進出口業分別就佔產值的兩成 連同專業服務的一成 這三個行業就已經佔了總產值的一半 但另一個支柱行業、旅遊業呢? 根據這個分配方法呢? 除了看到酒店業佔了大約3%之外 因為個人服務是結合了公共行政 一共佔了兩成 而個人服務也都有香港人本身的消費 所以就比較難看到旅遊業的產值 但總的來說呢? 香港的經濟完全是依賴了服務業佔了九成半 而當中金融業、進出口業、 公共行政再加個人服務就各佔兩成 物業的租值和專業服務就各佔一成 這些大項目加起來就佔了香港經濟的八成 這個結論似乎是 雖然香港經濟結構完全是向服務業傾斜 但在服務業裏面都可以說比較平衡 就不是一個行業獨大 但這個結論其實是錯的 接著我就會用另一個經濟產值的分類方法 得出非常之不同的結論 和比較能夠看到移民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另一個方法去看經濟產值就是從開支角度去分 根據統計處 2019年的數據個人消費大約是兩萬億 政府開支即是公務員人工 政府買物資和用於基建的開支 大約三千億 企業投資五千億 但由於我們的開支 無論是個人企業或政府 有一部分是入口 而不是香港生產的 而亦有些香港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是出口給外國人消費的 所以總產值就是剛才的兩萬八千億 再加出口的五萬億 再減入口的產品和服務也是大約五萬億 即是仍然等於兩萬八千億 這些數字看雖然不知道入口的產品和服務有多少是個人消費企業或政府去使用了 粗略計算分別佔在香港總產值的七成、兩成和一成 但不知道大家看到這些數據 有沒有發現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香港的入口五萬億是香港總產值也就是總消費的接近兩倍 那為什麼我們只是消費一百元 但是入口的產品會是二百元呢 事實上世界各地這個比例都遠遠比香港低 例如美國是15%,中國是16%,英國是28% 從事出入口的朋友可能會知道 這個是由於香港是一個重要的行業就是轉口貿易 即是說有大量的貨物 其實它只是經香港的港口轉運到世界其他地方 那究竟這部分貢獻了多少的經濟產值呢 這方面統計處是沒有明確數字 但由於我們用的服務就很多是香港生產的 例如我們去餐廳、酒樓、吃飯 產品方面 由於香港的工業、農業的產值只是佔GDP的1% 所以可以這樣說 我們所有消費的產品都是從入口得來的 那的確我們日常用的產品吃的食物很難找到不是入口的 那入口的產品總值4萬4千億 究竟當中有多少是自用的呢? 如果我們再深入計算 根據統計處的數據 香港人個人消費產品部分在2019年是7500億 但這裏要扣回我們在海外產品的消費1700億 另外政府開支裡面基建就800億 再加上企業投資的5千2百億 基建和投資應該都是產品 合共是11800億 扣回香港建造業和製造業產出大約1500億 即使就算未計算遊客在香港的消費 香港要入口的產品總值就10300億 換言之我們入口裡面的44000億貨物裡面 有大約1萬億就是香港自用 其餘的33700億就是入口做轉口的部分 因為我們如果看出口貨值 只是極少數極少數是由香港生產的 所以出口產品的總值 其實就是轉口貿易裡面的出口產品貨值 這個數字是42600億 即是說香港在這個轉手裡面 貨物就增值了8900億 這個就是香港以外的地方 因為需要用香港轉口服務 而要付出的服務費 這是外需不是內需 如果將這個數字再加上 服務出口裡面的一個項目 叫做離岸貿易 即是什麼呢? 由香港貿易公司經營和安排 但是貨物就不需要經香港 直接從產地運到客戶手中 香港貿易公司當中收了的費用就是3100億 最後再加上服務出口的另外一個項目 來港旅遊的消費值2300億 即是說香港產值總外需 其實是高達14300億 佔了香港GDP的一本 即是說香港居民互相提供服務 產值就佔了另外一半 這個就是香港經濟和世界其他地方 根本的不同 其他地方居民如果少了10% 需求可能少了9% 但香港可能只是少5% 如果這個結論正確 香港經濟當然仍然受人口影響 但相對就比較輕微 況且如果我們用了金融服務 例如銀行的按揭 我們是不需要再額外用多很多其他服務 最多就搭乘巴士去銀行分行 但貿易量多了 除了帶動物流行運等等 亦都會產生對金融業的需求 他的成數效應相信是比較大 而而身邊都有一些朋友移民 當然實在是有些不捨得和傷感 但如果單體經濟 就似乎如果貿易不差 就可以審慎地不悲觀 那又沒有一些類似的例子呢 有就是納桃園 他是世界上少有人口正在減少的國家 而他的出口總額佔了他的GDP 160% 香港這個數字是超過300% 那如果看回立桃園的經濟 在近十年的經濟增長都不差 那究竟香港貿易業的前景又如何呢 香港的貿易前景是怎樣都幾複雜 粗略這樣分析 這個前景可以從三個角度去分析 第一就是全球貿易的增長 第二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 第三就是香港比對中國貿易總額的比例 首先看第一個因素 全球貿易總額 這個圖是全球貿易總額比對全球GDP的比例 可以看到長線來說是上升 但近十年這個比例就大致保持不變 這個比例就被稱為全球化指數 似乎全球化的進程有點飽和 但貿易量仍然是在增加著 因為全球GDP仍然是在上升著 另外如果我們看中國的相同比例 就自從2006年的高峰之後 就一直都向下跌了 近五年這個比例是每年下跌2.5% 意思就是說今年就會是上年這個比例的0.975倍 這個首先是由於墳墓上升 因為中國的GDP不斷上升 另外根據貿易理論 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越大 貿易對GDP的比例是應該越低 除了剛才說的墳墓效應之外 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越大 那就應該更加能夠自給自足 對外貿易的需要就會降低 如果我們看全球四個最大的經濟國家 這個理論似乎是對的 中國現在這個比例已經比德國和日本都低 而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 仍然是相比西方國家低 所以如果不考慮政治風險 相信這個比例再下跌的空間就不多 因為作為世界工廠 一定是牽涉到很多原材料的輸入 和製成品的輸出 貿易就不只是建基於自己國家的人民對產品的需要 而由於中國的GDP在未來幾年都應該會繼續增長 所以貿易額是應該會增長的 如果我們再看第三個因素 從中國統計局的產品貿易數字 和香港統計處的產品貿易數字 由2016年到2020年 香港比對中國產品貿易總額的比重每年跌4% 同樣的意思就是這個比率 今年就會比上年縮了4% 即是說今年這個比例就是上年這個比例的0.96倍 所以在剛剛過去的四年 香港的貿易額扣了通脹之後 增長大約是中國GDP實際增長的平均6.5% 減回中國貿易對GDP比例跌2.5% 再減香港對中國貿易這個比例收縮了4% 增長就剛剛是0了 如果我們看回實際數據 在這個時段扣了通脹之後 香港的貿易總額確實是沒有升幅的 所以結論就是如果假設中國貿易對GDP這個比例 在未來三年會維持平穩了 和香港過去人均生產力的提升 每年平均大約1.5% 那未來三年香港的每年經濟增長 就應該會是中國經濟增長 這個也就是中國的貿易量增長 減了因為香港佔比下跌的4% 這個貿易量的變動就是影響香港增長的外需因素 要隨意因為外需因素佔了一半 再減香港人口在未來三年的總變動 隨意三 再隨意二因為內需佔了另一半的影響 就是人口減少對香港未來三年每年GDP增長的影響 再將這兩個數字加回人均生產力增長的每年1.5% 就是對香港未來三年的經濟增長 舉例如果我們預計中國未來三年每年經濟增長5% 對外貿易部分就可以大動到0.5%的經濟增長 再假設香港人口未來三年一共下跌6% 就是說人口變化就拖低經濟增長1% 香港未來三年的平均每年增長就應該大約是1% 那就符合了絕對不樂觀 但是又不算太悲觀這個結論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 和香港的人口變化粗略去計算 接下來幾年香港的經濟情況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短片 如果大家喜歡它的內容 多謝你點贊留言分享和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拜拜 多謝大家 我們再度來分享一下 認識你的內容